玄奘,河南衍诗人,出生于隋文帝时期,俗名陈辉,于旧摩罗时,真帝,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一家,法相为诗宗创始人,他自幼家境不错,其父是县官,母亲是洛州长使的女儿,但是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。 玄奘十三岁时,出家洛阳净土寺,十六岁开始游历各地,便报名诗,将经说法,二十岁便声明确起,二十四岁时,听完印度高僧波罗泼密多罗讲学后,便立志西行求法。 但出唐时期,阴边界不稳,不允许国人出境,玄奘多次申请过所通关文别悲剧后,二十九岁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,咒服夜行偷渡处境,自此一人西行五万里,历经五十六国,西天取经路上历时十七年,最终供带回佛社历一百五十例,佛像,七尊,经论六百五十七部,四年唐太宗供奉其在大慈恩寺内翻译佛经, 历史十九年,一出佛典一千三百三十五卷,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意境诗,大弟子汴姬,容貌俊秀,聪慧异常,十五岁替发出家,十余年前心钻研佛理,二十六岁便遇满长安城,被玄奘选中,成为九名罪文大德之一,汴姬高才博实,一夜丰富,帮助玄奘撰写大唐细遇后名造译时, 后来被传与高阳公主私通,被太宗处以摇斩畸形,玄奘为此而深感痛惜,便积虽有极高的才华,却因一女子之类而横死,所以在佛教史上是一位功罪难平,据诵纷纭的人物,二弟子汴姬,开国元寻与池敬德的侄子, 玄奘见到窥姬后,看他他相貌堂堂,一表人才,定是在法制器,便直接说道,你跟我出家吧,窥姬莫名其妙,不悦地说,我是将门之后,出什么家,转身就走了,玄奘便去找唐太宗,于是皇帝下执命窥姬出家,窥姬非常气愤但又不敢抗旨,奉执出家那天, 他让仆人驾着三辆马车,一车美酒,一车鲜肉,一车美女,来到大兴善寺准备给玄奘难堪,窥姬刚走到门口时,听到寺内的钟鼓声,忽然间,他就收起了那份狂妄之心,回头将马车都牵了回去,很虔诚的剃度出家,后来窥姬在佛学领域取得了很高的造诣,成为为时宗第二祖,也因为这段故事, 他被称为三辙法师,三弟子元策大师,原是新罗国的王子,三岁出家,唐初来到中国,住在长安玄法寺,元策精通泛语,西语语等六国语言,很早就在佛学界富有圣名 玄奘归国时,三十三岁的元策,已经在佛礼上自成一家 但与玄奘相识后,一见如故,便跟随玄奘一经重学为时,得是亲真传的得原策佛学造诣很高,后来深受武则天的皈依与尊崇 另外,唐三藏的本义,为其经于经,律,论三藏,熟知所有佛教圣典 六十二岁时,一处咒武手一卷后,元祭于长安玉华宫,藏于白鹿远,后千支樊川 目前,玄奘领古设立,保存在南京玄奘寺,领古寺,成都文书院,西安大慈恩寺,台北玄奘寺,新竹玄奘大学,日本东京齐玉县慈恩寺,日本奈良药十四中的三藏院供后人瞻仰